耗资将近5亿元的大平顶永恒之丘纳谷塔 即将在5月15号开放启用 但新竹市政府最近却提前召开了计诊会 指出纳谷塔有部分的区域可能会受到风雨影响 民众可能会有所忌讳 因此希望提前说明清楚 有疑虑的民众可以避免选择这些区域 那也包含说我们有看到 不仅仅是说我们在这个有一些部分的这个排位的区域 那民众可能在祭祀的区域会有严重积水 同时呢在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塔位跟柜位前面呢 有一些雨甚至是泼洒到了这个塔位跟柜位 也就是我们祖先所住的门口的部分 都已经有这个水珠都泼洒上去了 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确实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问题 必须要在5月15号选位之前 让民众清楚的了解 他所选到的位置是不是会有这个积水 或者是会有这个柜位塔位的门前会有水的情况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透明资讯的告知之后呢 让民众可以由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进行选位 市政府说明永恒之秋采用半开放式的设计 雨水可能会随着雨势风势进入塔内 造成部分的区域积淹水 市政府去年拨款1700万来改善 但没有协助的效果 因此短期的改善方式会试试看关闭防火门以及加强清扫 长期改善 还需要跟专家学者来讨论 可以减缓雨波及到我们内部的一个状况 所以它是目前我们可以做的一个措施 但是因为铁卷门它毕竟它的功能是防火 然后它整个降下来可能对整体的 我们讲一个很美的建筑 它也会影响到一些美观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我们还是会透过整个通盘的计划 然后把一个中期的改善计划来提出 毕竟是花了大笔的公堂来兴建 市政府也会尽全力来改善 让永恒之秋能够顺利的完成它的使用目标 而民众在选择塔位的时候 如果介意可以先避开这些可能积水的区域 选择其他安全区域来安置先人 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